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全身有节奏的 然后间歇的一个运动 那这个运动的刺的大小就会产生影响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主要是有一个医生 Dr. Sackner 他是做小儿科的 在瑞士的时候常常发生有小孩子会猝死 所以他们想说小孩子在拍动他摇动的时候 会增加横格的活动 会增加呼吸量 可能可以减少猝死的发生 所以他们想说这个能不能当作一个 很好的治疗方法 后来发现是有效 但是儿童猝死的还是相对少 但是对大人来讲 那个鱼动量太小了 所以对肺的功能并没有明显的帮助 但是他们意外的发现说 对于其他方面是有帮助的 他发现他们对于全身的血管阻力 是下降的 然后动脉的 特别是肺动脉压会降低 肺动脉压通常是在高山症的时候 或者是肺水肿的时候会发生 然后还有整体的动脉压 所以另外他会增加安静的时候心脏打出血量 所以我们讲说 所以是一种意外的发生 所以他想一想说 这个水平律动能不能当作一种其他一个治疗的方法 然后他们就开始想说 那这个水平律动应该用什么样的频率会最有效 然后呢他的阵幅应该多大 所以他们一开始做实验 那发觉呢 他们就是各种不同的方式去看 对于血管扩张的效果哪个最好 他们发觉是 大概是在0.1到0.3G的时候呢 是最安全的 所以他一个G就是我们占的重量 所以他是非常小的一个力量 那第二个呢 他的次数呢 大概频率呢 对于人来讲 大概130到140Hz 就是说每一分钟130到140这样的一个频率呢 是最有效的 而且是很舒服的 所以他发现说 这个水平律动呢 可能有可以继续做这样子 所以他就用这个方式呢 去继续探讨他的其他的原因 那目前水平律动呢 已经被美国的FDA 就是食品药物管理局 已经被认证 他可以做几个用途 第一个 他可以促进血液循环 可以减少酸痛 放松肌肉 降低早上起来这种僵硬的症状 然后呢 可以增加关节的活动度 那现在呢 又被提到说 对于某些 我们常讲肌肉酸痛的病人 叫做肌纤维痛的病人 或者慢性疲惫病人 他也可以适应症 然后呢 对于肌肉酸痛 特别是你 长时间不活动的时候 然后经过肌肉酸 他会有一个延迟性的肌肉酸痛 他也有改进的一个效果 那对于某些人呢 因为血管的周边的循环不好 会有周边血管困扰 会有疼痛 我们叫做间歇性剖刑 走过一段时间 肌肉呢 会疼痛 所以就没办法走路 外面一搏一搏的 也会有改善的效果 然后另外呢 就是说 如果你有冠状动脉疾病的时候 就是说你的心脏 直径血管呢 有些酸塞的情形呢 他也被认证的是 可以有达到改善 这功能的一个情形 那水边律动 基本上到目前为止呢 没有被发现呢 有明显的一个副作用 原因是它是 摇动方式非常的轻微 它是频率 所以它 事实上是一个 很安全的一个运动 那水边律动呢 它可以增加 全部组织的血流量 那原因是为什么呢 他在提到说 因为呢 水边律动的时候呢 我们呢 我们的血液 会因为震动 再加上我们每一分钟打出的血量 它会两个会混在一起 产生一个共振现象 所以它会使呢 它的对血管的张力呢 会变大 血率会扩张 那我们叫做拍屏的效果 那这个效果呢 明显呢 我们就看得出来说 它对于那个动脉的血管的扩张 的速度会增加 所以呢 它就因为这样子呢 它可以降低什么 扩张之后降低动脉压 但是会增加血流 跟我们密盘运动呢 你增加血流的时候 会增加血压 效果是不一样 因为你没有很强烈的 其他的刺激 所以它是不一样的 一个刺激的效果 那原因是因为呢 你在一个大的一个拍屏的时候 它呢 会产生对于血管壁的一个简历 就是一个横的一向 横向的一个戳的力量 它会使呢 内皮细胞产生一个适应性的变化 那后来 我们现在诺贝尔讲 发现说 这个刺激产生 内皮细胞的刺激压 就是产生一个益氧化氮 益氧化氮 现在被认为是一个神经传导物质 它对全身的血管呢 产生一个适应 就是一个放松的效果 然后大家比较知道就是什么 蓝色小药丸 用来做一个 我们的薄起功能有异常的话 那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原因就是它让血管能够扩张 好 那我们现在这边呢 很简单讲一下呢 这个重要的因素 就是血管内皮细胞 它有什么功能 它受到刺激会产生什么影响 那第一个呢 内皮细胞呢 它会产生的就是血流量增加 第二个 它会让血管清除干净 所以让其他东西不容易连上去 所以它被称为血管中的轻倒腹 所以刺激的时候呢 会对它的功能产生影响 第三个它是守门员 所以让其他的异物不容易进来 不容易卡住 第四个呢 它是消防员 让血管和其他东西不容易发炎 那血管如果发炎的话 它会产生一些 血管发炎的一些异常的现象 第四个呢 它会适当的产生新的血管的发生 所以内皮细胞的功能变得很重要 所以有人说 内皮细胞是全身的 一个相当大的内移分泌的构造 那会影响全身的功能 其中最大的功能就是 它会分泌液氧化氮 那液氧化氮可以做什么呢 液氧化氮可以增加我们 心脏的一个血流的一个增加次项 然后对于血管呢 它减少呢 它的血液凝集现象 比较不容易凝固住 那反过来讲 如果液氧化氮减少的话 对心脏的疾病就会增加 因为它能会凝集 然后血流量下降 然后呢 如果血管有阻塞的话呢 它缺氧情况呢 它耐受力会更少 然后它血管增胜能力会下降 所以因为这些原因呢 我们的水平律动 主要就是有这些效果 它能够达到健康促进的效果 再来它可以消除疲劳 我刚刚讲的酸痛都可以增加 所以我们认为水平律动呢 它是一个很好的放松 可以达到健康促进的一个好的方法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